张化县政府为推广青年创业辅导成果 23与24日在园林园举办113年张化青年创业嘉年华活动 县长王惠美23日出席青年交流餐桌活动 与县场民众举杯同庆 共同体验张化在地青年的创业成果 举办我们青年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嘉年华 最主要把我们这段时间来所辅导的青年 让他在这边呈现出他的成果 我们也把在地的一些 比如说他的一些蔬果或者相关的一些产品 透过厨师把它呈现出来 四个饮料三个甜菜以及八道主食 总共有十五道菜在这边呈现给我们的相亲 那在这边也欢迎我们青年朋友 张化县会是我们青年朋友最好的一个靠山 青年交流餐桌与在地厨师合作 开发十五道菜 透过视觉及味觉 体验张化青年创业产品 活动还有青创成果市集 跨足特色餐饮 书果 文创 手作及玄品等多元化的青创品牌 县府欢迎更多青年朋友返乡创业 一起为张化这块土地努力 公益频道张华允元林采访报导